大家好,歡迎大家今天參加古物古蹟辦事處舉辦公眾講座 今天我們的講座是嶺南傳統建築講座系列的2 就是有關廣州專雕的 我們很高興邀請到專雕工藝大師何世良師傅擔任我們的講者 何世傅是廣東省非物質文化遺產專雕項目的代表性傳承人 他亦是廣東省工藝美術大師 他的作品是呂獲殊榮的 其中一件作品是在東莞月輝園索製的《百福輝春》 是由160萬塊老青磚組成 被建立時評為中國最大的專雕 一直以來師傅都不遺餘地推動這項民間工藝的發展 說回專雕本身就是常用於裝飾嶺南傳統建築的構件 例如牆頭、磁頭等等 由於經歷漫長的發展和當代的創新 在專雕的製作過程是較以往更為複雜的 師傅今天就會和大家介紹有關廣州專雕的特色和工序 從而規探他的文化和藝術價值 我也看到師傅在現場也有他的作品和工具 等等也會和大家做一個展示 除了廣州專雕之外 今天師傅也會在廣座內分享廣府一些建築 和一些廣州木雕的工藝的其他內容 現在事不宜遲了 我們將時間交給何世良師傅 有請何師傅 大家好 我是何世良 潘儒仁 從事廣府建築這個行業已經有37年 今天很感謝大會 給了這麼好的機會和大家分享 這幾十年來做傳統建築的一些心得 或者一些經驗 也是一些心得 有很多不一定是每一樣都說得很準確 希望大家不要見笑 今天非常開心 大家能夠在百忙中抽時間來聽這個講座 其實我很希望能夠把我們這些 這麼好的傳統手工 讓更多人知道和更多人認識 今天除了講尊雕之外 我今天主要是我們港府的建築 還有一個木雕 因為我覺得單港尊雕可能有些寡 我就先從這個建築入手 因為我本身是做傳統建築的 尊雕是我做這個行業裡其中一塊 比較重要的一塊 一開始 不好意思 剛剛這幾天失了聲 可能聲音不太好 可能會說得比較慢 會沙聲一點 大家不要見乖 首先講一講我們的港府建築 廣府建築的歷史是非常長的 可以說是源源流長 廣府建築的一個區域的文化綜合體 其實它是非常豐富的 我們從漢代一路發展到現在 整個港府和歷史是分不開的 所謂地方建築或港府建築 也是地方建築的一種 其實一個地方建築 我通常將它分成兩大類 一個是官式建築 一個是地方建築 而我們最具港府特色的就是地方建築 而官式建築其實它全國都是類似的 譬如我們的宮殿式建築 基本上全國的風格都大同小異 地方建築就是真真正正本土的東西 所以今天我要以地方建築為主 我們港府的宮殿營造了很多各式各樣的建築 但因為我們閩南地區氣候比較潮濕 有酸雨和危 風化程度比較快 在北方的建築 所以它的保存比較少 真正老的建築 以我們現在實體建築 最早的建築應該是明代為主 當然跟一些石塔和廣州光口寺的石塔 去到唐的那些是明著別論 我們港府建築的地方特色非常鮮明 其中以我們是潘雨 都是比較有代表性的 當然還有就是廣州的陳家慈 是比較早的建築 比較早的建築 我們沙灣古鎮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過沙灣 潘雨沙灣鎮 沙灣鎮是殘存一些明代的建築構件 我們的劉耕堂是清初的建築 潘雨有化龍的後山王宮池 是明崇禎的建築 佛山有煲草牌坊 是正德蓮的建築 這些都是我們所謂港府建築 比較早流傳到現在的 流傳得比較完整的 這座就是我剛才所謂的劉耕堂 劉耕堂的歷史非常悠久 他的始建年代在宋五代 現存的建築體是以康熙為主 有部份是勤募的 在廣府地區算是比較早的建築 而且規模比較大 工藝也比較好 大家有時間可以去看 就在潘雨沙溫鎮 這些數據我都不讀了 大家可以看看 這是劉耕堂的一些局部 也是我們家族的大寺堂 這是劉耕堂的移門 是保存得比較完整的一個很典型的廣式牌坊 這是劉耕堂的內堂 有特色也非常有特色 整個大堂有28條柱 非常有氣勢 這是剛才所提到的後山王宮池 這個後山王宮池也被稱作 潘雨的大三巴 因為它的特色和大三巴是類似的 原先是一座寺堂 而現存的這個牌坊 其實是一個寺堂前面的 很舊寺堂前面的牌坊 原來不是牌坊 而是一邊的牌坊 類似澳門的大三巴 類似澳門的大三巴 這裡可以看到它的明代尊雕 尊雕豆拱 發展到明代尊雕的精細程度已經很高 這個就是廣府建築裡面的鑊耳場 大家可能都應該聽過或看過 聲音不太好 我就不說太多 大家可以看為主 剛才的鑊耳場 大家可能見得比較多 這個叫馬鞍牆 可能見得比較少 我記得香港好像有同類型的 因為馬鞍牆大部份是用於 比較少型的一些廟 可以使用馬鞍牆 其實馬鞍牆跟徽牌的碼頭牆很類似 其實它同屬 這個是風火山牆 原來的作用是用於防渡、防火、防風 人通過時間的推移 亦都是不同年代人的審美 不斷地改良 到現在 這是萬清的風格 這個金字山牆 這個金字山牆 應該都是大家見得比較多的一種 它就是一個金字的形狀 我們港府地區因為風雨比較多 所以一般建築大部份都是採用這個硬山色 這種就是所謂的硬山頂 我們建築的頂一般有無垫頂 有揭山頂、有圓山頂 有硬山頂、有棧尖頂、有盆色頂 這個種類其實是很多的 我們港式的建築大部份是以這個硬山頂為主 而一般無垫頂都是皇家 以及供電才可以用 無垫頂好像是智蓮靖院 大家應該會看過 智蓮靖院的屋頂的類型比較多 而智蓮靖院也是 我認為是唐式建築做得比較好的項目 無論是從設計或手工都做得相當不錯 我們傳統建築的裝飾元素非常多 一般我們有大木作、小木作、滿洲窗 不好意思 有磚雕、木雕、石雕、灰索的畫 當然我們有鐵毅 還有其他特殊的不同地方所用的工藝 雖然它大方向都是我們領南 也就是我們港府地區 港府地區基本上是我們現在的所謂的大灣區 基本上就是港府地區的核心地方 這是潘如石榴善世堂的一個牌坊 它之前是崩潰了很多年 因為台風崩潰了 在前五、五、六年前重修好 可惜它是很多地方用了水泥 收復的時候 現在大概說一下鑽雕的情況 先說一些建築的基本情況 希望大家能夠對我們的港式建築有多一些認知 中國的鑽雕的歷史是非常悠久的 我們其實也有一些專家可以追溯到新石藝時代的一些圖 因為它是用於一個建築上面的裝飾 所以有些專家將它也畫為這個鑽雕 但是一般人的理解多數是去到秦漢時期 開始有真正的專家 當然明清時代仍然有大量的實物和史料記載 但是之前的記載較少 尤其是我們領南地區 尤其是廣府一帶 大灣區一帶 廣府尊雕是中國尊雕中的一個很重要的流派 我們的技藝非常突出 在第一屆的專雕大賽 我的學生是獲得了第一名的 之後其他門派的專雕對我們非常認可 亦是幾次派人過來我這篇學習的 所以我作為一個廣府人 作為一個從事專雕 我都覺得是比較自豪的一件事 我們到了萬青 哎呀 不好意思 到了萬青的工匠 可以說是背出的 也出了很多好的作品 萬青最突出的 都是我們廣州陳家慈的幾幅大型的專雕 亦可以說是取得了很輝煌的成就 廣府尊雕作為傳統的建築裝飾工藝 它可以獨立展示 又可以和建築其他門外的工藝組合 作一個交双輝影 手法上也比較豐富 比如說我們有扇黑 有陰黑 有淺浮雕 有高浮雕 原雕 透雕 當然我們亦有一種薄浮雕 在今早的工作坊都展示過給大家 可能這裏都有小部分人 今早有參與 大家也參與了試玩一下尊雕 也覺得挺好的 尊雕一般分為兩大類 一個叫搖前雕 所謂的搖前雕 即是在雕之前用泥索好形狀 再雕好細部 然後再燒 當然亦有燒好後再收拾小部分 這叫搖前雕 另一個是搖後雕 搖後雕是顧名思義 即是燒好磚頭後再在磚頭上雕 這叫搖後雕 而我做的尊雕基本上是以搖後雕為主 而我們港府亦以搖後雕居多 亦偶有搖前雕 大家可以看一下照片 左邊的一張是南越王宮的地花磚 剛剛發現這個磚在這裡剪 這裡有一個傳統建築的宮衛展 剛剛有這個磚 而右邊這個也是南越王宮的余花園的一個空心磚 它是一個比較深浮雕的一隻蠔的造型 這個屬於我們港府地區現存發現最早的磚雕 這兩件雕 到了明代我們的尊雕手法已經非常成熟 運用了大量的尊雕手法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高重牌坊 是佛山祖廟裏的 是正德年間非常有價值的牌坊 歷史也非常悠久 我們看到它上邊的尊雕已經非常精細精美 亦可以說是為港府尊雕的風格形成 打下了很堅實的基礎 這是後山王宗慈的潘如大三巴 這些磚雕也是屬於姚後雕的作品 到了這個時間 技術已經趨向成熟 但是那個地方的風格 還未完全形成 這是劉更堅的尊雕 這是劉更堂的尊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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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們經過時間的風化 更加顯得它圓潤 更加顯得它有滄桑和歷史感 雖然這尊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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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 但它很有藝術性 構圖很飽滿 非常有文质彬彬 这一件是广州陈家慈的大人尊丢丹超过 可惜她的选委比较严重 在七几年的时候重新修补过 我们所见到的很多里面的人物 都是在七几年的时候重新修补过 这属于比较典型的港式专丢的一种主要的手法 一般我们称为戏曲人物专丢 这些都是晚清的专丢 大家可以看到它非常精美 也已经形成了我们典型的港府风格 有些专家喜欢把它形容为挂扇专丢 他们认为这些专丢好像是很多很精美的线条 挂在墙上一样 所以他们就帮它改了名叫挂扇专丢 现在就粗略讲一讲那个技法 希望大家都能够知道 一般情况我们首先要设计 设计轨团 当然最早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专丢是怎样用的 用在哪个位置 它的尺寸是怎样的 当然这个都需要去定的 定了之后我们就要设计了 设计之后就开料 接着打胚 打胚 然后分粗胚 和实胚 接着收缸 装修 打磨 安装 安装好之后又要重新整体 重新再丢一次 重新再修整一次 当然这些工序要按部就班 一般我们先后是这样分 但是我们其实在制作过程中 这个工序其实经常都会交叉 去运用 我们现在看到 左边这个叫阳黑 阳黑 也是浮雕的一种 右边这个叫阳黑 阳黑就是将 需要表现的物象浮出来 其实也是浮雕的一种 阳黑 刚刚相反 将需要雕的物象 滑芯 阳黑 这个叫阳黑 这个叫阳黑 阳黑 当然它和绘画是非常近似的 绘画的勾线是很近似的 绘画的勾线是很近似的 但是要做得真 要求仍然是很近似的 现在的勾线是很近似的 好的善恶难度也比较高 但学起来也比较简单 如果做得好需要有功底 这就是属于浅浮雕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可以对比一下 线刻是这样的 线浮雕是这样的 这个是高浮雕 高浮雕固名思义凸出来比较高 令到它的立体感很强 一般西方的雕数叫2.5位 他们觉得做浮雕的难度很大 它和三位的圆雕不同 我觉得各有各的难度 这就是圆雕 圆雕是三围雕 也叫立体雕 这就是圆雕 虽然它是圆雕 但是它里面的手法 是多种手法结合在一起的 例如我们看到它的盔甲 这就是用浅房雕 来装饰它的表面 这个就是透雕 透雕顾名思义就是穿透的 这个大部分是用于窗花 建筑学叫做流窗 也是一个非常有中国特色的 一种维术形式 这个窗花也是潘如刘庚的一种 很出名的窗花 现场看是非常精美 非常值得去看的 下面大概看看我个人的一些作品 这幅作品就是我比较早的一幅大型作品 长度是22米多 高度5米多 从97年到2000年完成 差不多用了三年的时间 它是以百花百鸟为主 当时做这幅尊雕的时候 我还是二十多岁 现在眨眼就变了五十多岁 这幅《百福辉春》在东莞 刚才也有提过 《百福辉春》就是我做尊雕里边最大型的一幅 长度50米 高度接近9米 用了两年多的时间 但当时是带着几十个学生一起做 这件 这件是六角大风箱 这件也是拿了中国最高的一个 民间文艺的最高奖 山花奖的一件作品 中间的位置灰色的就是尊雕 旁边金色的一些是木雕 都是我统一同去做的 这个作品就是在广州的粤脚艺术博物馆 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 这个就是它的一些局部 这件专雕也是在我们沙湾古镇 我自己个人的一个艺术馆 里面有这幅专雕的复制品 这一件是比较迟的 这是我两年多前完成的一件 比较大型的作品 27米几乘7米几 是表现我们沙湾飘色的一个场景 而这一件专雕也是整体我自己比较满意的一件 还有就是它的建筑 这个影壁的建筑也是我自己设计自己一起做的 所以整体来说是比较和谐 就是专雕和建筑的融合度比较好 这些就是它里面的一些局部 这是表现我们沙湾音乐的师府局的一个场景 因为我们沙湾古镇也是广东音乐的发源地 我们左边就是表现我们沙湾的美食 右边就是沙湾飘色 香港好像有飘色的 我们现在看到这板飘色是很大型的 有五米多高 这板飘色就是 其实严格来说也是我自己的作品 因为当年也是我设计的一板飘色 我们沙湾飘色里面最高的一板飘色 五米半高 我画这幅稿的时候 自私一点就把自己的作品都画上去 这些都是这个局部 这幅应该就是奉承大观 这是我作专丁里面最高的一幅 就是在顺德的大梁 的华侨城里面 是表现这个顺德的水香 还有顺德的粤曲 粤剧 不是粤曲 还有就是功夫 可能局部不太多 我们还有些 这是安装时候拍的局部 这是安装时候拍的局部 这是一件岭南佳果 这是一件岭南佳果 这是一件专丁的原作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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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件岭南佳果 那些是香蕉木瓜 荔枝 龙眼 菠萝 金桌 还有我们的火龙果 右边这幅是一条鸥鱼 这条鸥鱼体现了我们广色雕刻的万青吸收了西方的羊花元素 我们看到鸥鱼的尾是吸收了西方羊花元素和港式的草味结合 但整体看上去的鸥鱼也是非常整体 这是岭南佳果 鸥鱼就说到这里 现在讲一讲目标 港府目标是优秀的传统工艺流派 但是港府的目标发展到现在比较适合 很多人都不知道所谓的港府目标 港府目标都是潮州汕头那边为主 但其实港式尊雕也非常有它的特色 我们最大的特点是构图非常重视 构图的大格局 整体来说是很雄壮很有力的 但是细部我们又可以细到非常极致 每一条线条都可以做到非常严谨 层次也很丰富 尤其是港府的目标更加追求那个稳味 更加追求那个艺术性 它所谓的艺术性就是 如何将我们这些传统的手艺 表达得更加有冲击力 艺术性的艺术性更加高 但这是很难用言语去表达 大家要用心去感受才能感受得到 我们港式的目标的用材 就是以硬木为主 而潮州那边就以软木为主 所谓的硬木我们用最多的昆典 东京 酸枝 子坦 花里 这些属于硬木类 所以变成了我们的工具 和潮山和北方的都不同 在题材上大家看 都是这些 基本上都是比较有特色的 就是我们的岭南佳果 和一些我们的粤剧里面 比较著名的一些曲目 我喜欢把我们港式的目标分为三个类型 一个就是建筑张式目标 而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就是属于建筑张式目标 而另一种就是加具张式目标 而另一种就是其他类型的目标 它风格上主要是勉快感很强 线条很锐利清晰 所谓我们先方后遇 以方方作为主 方刀为主 先方后遇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张相片就是这类型 这是很典型的加具类的目标 它的风格和建筑类相反 它是以圆润温润为主 即是我亲近为主 因为我们是近距离接触 近距离欣赏 因为我们是近距离接触 近距离欣赏 家具类的目标就是很讲究打磨 打磨是以光滑为主 摸上去很有手感 像囚团一样 而建筑是以免快为主 表现的刀法为主 所以是不同的 这就是挂简把玩简类 所谓的挂简把玩简类 其实它的手法上可以说是比较自由 亦可以是几种风格互换来使用 是比较综合的 比较自由的一种表现手法 其实这件也是我早期的作品 和刚才的鸭 这件也是我做的 工序上都是大同小异的 首先是要设计画图 然后是打胚 收缸 打磨 上缸 基本上都是类似的 它的透雕 圆雕 浮雕 和尊雕都是大同小异的 最左手边这件也是我自己的作品的局部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看一看 这个也是典型的我们港府的目标 这件目标就是我画的 很多学生做的 我们的港式目标同样有贴金 不同的要求 贴金的程度不同 我们亦有门贴金 亦有局部贴金 这件是属于局部贴金的一类 它表现物象的部位形比较清晰 容易看得到线条 以下来讲一讲都是我自己的一些作品 这两件都是瑜伽艺术博物馆 一个器台上的目标 这两件目标已经有两种风格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中间人物的部分 它就是典型的清代风格 而旁边我们看到的一些草拢 这是万民的风格 我把它揉合在一起 这个园及部贴金都是广福台上的目标 左边这个属于浅浮雕类 而右边这个属于深浮雕类 是非常典型的我们港式的 港府地区风格的目标 这一件就不是传统的了 这一件就是比较现代的目标 可能这张照片不是太清 要粗略讲一讲 这是上边的一些局部 这幅目标是和盧延江老师合作的 这个稿不是我的 我自己负责雕 这一件 我在浅浮雕老师的稿的基础上 也作了一些比较多的一些挑战 这种属于比较现当代风格的目标 这一件都是内边的局部 我们看到现在左边这个是一个闪星海的形象 而右边就是戏曲乐剧的一个场景 它和传统的目标是有很不同的 但现在时间回来很难一一跟大家讲 这是表现广州起义的一个场景 还有一个尖天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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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件也是近期我较为满意的两件典型的港式目标 我们的港式目标追求一种是运味 线条 还有他刚才所说的那个艺术性 这是港府建筑里面的一个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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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有多些人能够看到我们港式的建筑 这个大目标是多么优秀 如果大家想学或者想看建筑结构 通过这些建筑品就非常清晰地可以看到它的结构 还有它的比例风格 左边依然是三千古的大目标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面是它的斗拱 非常有地方特色的斗拱 右边这个是三千头 就是躺拱 脚门和大门三千头 这个也是港府地区比较常见的一种门面的一种形式 可能很多人都会知道躺拱 这个是何炳林纪念馆的当时安装大目标的一个场景 一些局部 这些是属于一个家具类风格的 其实我在老本行是做家具的 做红木家具的 我在八多年就开始做红木家具 而我自己又比较喜欢荷花 所以荷花的作品都比较多 这是一个小睡床 是比较有地方特色的 属于一个港作家具 里面一个典型的一种模式 一种形式 这是我做的一些挂件类的目标 这些目标其实都比较大的 是三米多高 一米半阔的 其实都比较大型的 这个可以讲一讲故事 这是港洲粤艺术博物馆的一个港幅台 我们现在看到这张照片 它身为粤剧艺术博物馆的戏台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张照片 它不是港式的戏台 这个就有故事说了 因为当时 他业界术博物馆的总设计师 他就希望我和他画一个戏台 因为他们画了一段长时间都不满意 他们找我帮他画 我没有问题 但是他们提出要我画一个唐色风格的建筑 当时我是反对的 因为我们作为粤博物馆 肯定是我们的港式 当时我坚持了一段时间 后来想一想 我觉得一个这么好的平台 我又不想放弃 我觉得修卑也是决定做 其实我第一稿是画这个唇港府风格给他 给了他之后 他就觉得是要唐 他就想了一个办法 他就想了一个办法 将我们现在这个器台的瓦顶 造成一些唐的风格 亦都加了一些我们港式的装饰在上面 大家如果细心可以看到 而这个大木这个木构架 我将它造成一个宋代风格 变成宋式的大木结构 刚才说过木雕 而木雕 我们现在看到的 打横那些横梁的木雕 周边的风格 我就用了万名的风格 这个背景墙的尊雕 我设计了一幅尊雕 整个背景墙的风格 就是很典型的 我们清代港式的风格 再加上我自己的一些理解 这个器台其实是五种风格 游合在一起 其实五种风格 游合在一起 又要它很和谐 很舒服 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 其实我们作为一种风格的设计 做一个纯托风格的设计 其实一点都不难 但你说要很多种风格游合在一起 又不觉得难看 觉得纯眼 其实它就很难 但这个器台完成了之后 大家都看不到它是有五种风格 要我先讲解他们 对的 所以这个器台是有故事的 今天就说了这么多 多谢大家 刚才他高平没有来 所以没有展示 我都大概讲一讲 大概展示一下 多谢师傅刚才这么精彩的分享 其实看到师傅桌上有些尊串的工具 现在就会设计一下实物投影机给大家看 可能因为技术原因 就可能麻烦大家 稍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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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那个锤子可能忘了拿 木锤 不好意思 这个是一个作 做尊雕 这个作是我们自己做的一个作 从初初我们用雕木的工具去做 慢慢发展到这个 我现在用合金来磕磨的工具 而我们的工具一般分为 这个是屏作 比较大的屏作 屏作里面我们还有小的 这个比较小的 或者叫中 这些比较小的 还有这些比较小的 一般工具主要分为屏作和圆作 圆作当然有很多规格 屏作有十几个规格 而圆作也有十几个规格 还有其他特种的 这些是邪口尖的 也有 我们现在看看这个是圆的 可能大家不一定看得很清晰 它的刀口是圆的 而这种也有十几个规格 这个是属于比较小的圆作 也是大同小异的 大家大概有一个指导 今天我带了一些实物 大家有兴趣可以过来看看 其实大家可以走过来看的 这个是一件很小的作品 这一件小件 这一件可能要走过来才可以看得到 大家不用急 等一会可以慢慢看 以下大家如果有什么想问 如果可以回答大家 我也会回答大家 现在就最后问答环节 有兴趣提问? 是有兴趣提问 是麻烦大师帮忙提一提麺 可以把园联斜斜的 业联的时候 什么时候去掉 对于是昭虏时 昭虏后来的那个力量 烧完先铁是姚后铁 我们的种就是姚后铁 那个是硬的吗? 硬的 烧完就硬的 但怎样铁呢? 就用这个作为铁 好玩 会崩 对 这个就是要学 尊铁不难学 尊铁不难学 师傅又有现场的观众文人 刚才看了你的介绍 其实我很好奇就是在木雕方面 刚才你说分了两种 木雕的用料里面 港府里面是用硬木多 而潮州就是用软木 我想问硬木和软木 如果潮州来说是否因为他们的物产 他们成产软木 还是广东也是入口 或者很多时候也有海运 所以你会用到很大量的硬木 其实为什么会这样分类 或者为什么我们的师傅会这样做呢? 谢谢 其实我们港州地区主要是潮湿 宣域就特别多 所以如果是用软木 它的风化会快 它的保留和保存的时间也不够长 所以我们港式也是因为刚才所说的 我们的对外通商比较早 因为木头以前基本上是旋云的 从东南亚运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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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就是比较得天独厚地 能够比较好和比较快地拿到这些漂亮的硬木 再加上刚才所说的气候的原因 令到我们在这方面有优势 师傅想请问一下 刚才我看到 因为我认识 我看到一个叫子光檀木的鸭 和一张椅子 是否等于子檀木 还有在木鸟的时候 是不是好像玉这样 要找一个适合的 然后才去做一个造型的呢 还有第三个问题 如果真的是子檀木的话 是否又说已经 可能逐个问题问好些 那第一个问题就是 子光檀木是否等于子檀木 而子檀木 是否又说已经很难找到 为什么更容易找到呢 第三就是 我回答你第一个问题 我回答你第一个问题 子光檀 其实都是属于檀木的一种 但它就不是子檀 子檀是一个大的木系 其实所有的硬木类 我们的子檀 花里 这些都属于檀 我刚才所说的子光檀 它其实在学名上 都是阔叶豆科 都是在热带才有的硬木类 而子光檀 是其中里边的一种 我们习惯叫它做黑檀 是否相等于一般 所了解就是说 子檀木是要八百年才能做到一个 才能做到一个艺术品 是否那是一个很高级的子檀 它生长都是比较慢的 尤其是阔叶豆科 在热带地区 它的生长都是比较慢的 而它所谓要几百年 其实主要还不是因为它棵树长得很大 主要是它的格很大 它所谓的格就是 因为它的木材 其实是分为很多种 有芯和芯材 有二皮 二皮那块才叫做格 才可以将来做材料 而皮就是白色的 我们叫做白皮 那个叫做一皮 其实就是 它的木材是靠表面白的皮 去吸收营养的植物 中间的格已经是死树 它经过几百年的时间 它的木材会更加硬 而且它的纳质和油质更加重 其实它那棵树真正 其实是类似 为何这棵树的一场 它中间就会空心 其实是类似动物的 所谓缺血性坏死的原理 因为它的养分是靠表面的 它的养分越外表 它的养分越高 所以中间就越缺养 越缺养分 它就慢慢会敷 而你刚才所说的格 就是我们所要的二皮 就是格 我想请问 你如何去决定 用哪一种的木 以及是否像 丢这个玉 是要根据大小 去决定 你做丢一个什么的艺术品 艺术品 艺术品当然是恩财施艺 恩财施艺 但如果我们做家具 就会根据不同的木材 适合不同的位置去开了 当然我们还会考虑颜色的配搭 木纹的配搭 我们都会考虑到 是否这位观众 谢谢 谢谢 何师傅想请问你 就是砖雕 那些砖 就是砖烧黑的砖 是否特别的砖 因为我们 是否特别的砖 就是用来做砖黑那些 砖雕的砖 是否特别的砖 是否叫做什么 水磨青砖 就是这样 其实我们 港式的砖雕 砖雕的特点 就是用建筑用砖 我们在建筑的砖中 选择一些漂亮的 气孔小的裂 和硬度比较高 而你刚才所说的水磨砖 它是专门做建筑的门面 我们就叫做门面砖 那是不同的 当然那个也可以做砖雕 因为它的硬度比较高 它比较小 它比较小 即是说 其实你所有的砖 都可以有机会做砖雕 要选择漂亮的 那些气孔小的就可以了 选择漂亮的 今天真是 不好意思 刚刚这段 从元旦到现在 都是这样 不好意思 还有想请问 就是 刚才你说的 这个广府目标 现在可以显微 那为什么它会显微 这个 怎么说呢 因为这个都是历史原因 因为我们说的需求 没有了这种需求 再加上它是在80年代 大量的外地的一些师傅 进入到广东或者广州 而我们本地的一些师傅 尤其是在建筑内 已经几十年没有做过建筑 所以在建筑的雕刻 更加没有人接手 而去到我们做回现在的很多新造的一些庙 和祠堂 都是用外边的师傅 所以在80年代到现在 做了大量的一些 比较不准确的一些新的仿古建筑 它整体的水平还是比较一般的 因为它其他地方的师傅来做我们港式的目标 其实它是不懂的 它不知道怎样为之好 但是你懂得看的人又没有 每个雕到花细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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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潮州 主要是浙江、江西、江西、那边 那就视乎这些艺术家自己構思 也没有分 trouver哪些题材 touchingоло 你要样也可以 你自己喜欢 例如我想创作一份鸩刻作品 你可以自己画一张画 音刻 你可以表达自己个人的郑刻 你就可以去表达 另一种就是 这件事是放在建筑的某一个局部 某一个位置 它就要根据建筑的需要 需求去订定 我应该做什么更好一些 所以两种都可以说得通 那如果线黑 那些平面很浅黑 就可以打个稿仰构施 但是如果你说透掉这些立体 通常那些师傅是 因为立体很难的 你怎样去想 黑下去这么深又立体 它的福稿是怎样 通常会不会打一个无氧 在物料上面 我们不会打无氧 但通常我们 因为我自己有厂 我自己有生产 通常第一件作品 都是我自己做一件 做一件样品 做到满意之后 我便作为一件样品 让我的徒弟和学生看着做 他们做得不好 我便去调整他们 去教他们 他们掌握了之后 这件事就可以 作为一个产品去生产 当然我们 因为我们做建筑为主 建筑装饰为主 建筑装饰为主 我们大部分的作品 都是一件字 和几件歌 所以我自己的工作量 就会被带 但是如果中途有些地方出错 弄断了 通常会不会用什么方法 预先减少这些机会 因为浪费了很多心 但是心肌突然困难了 损毁了 便会浪费了很多心 是的 是的 如果你在制作过程中 做了已经八成 突然间断了 这件事就基本没什么用 或者断的位置不重要 我可以改它 调它 但是如果它是一个重要的位置 你踹着一隻鳚 但是你的鳚鼠断了 或者你的颈子断了 那你就肯定了 肯定了 不能補 不可肉酸 补过就不漂亮 谢谢 谢谢 我想请教一遍 刚才你说外来的 即是說浙江那邊的師傅 跟我們廣東的有不同 即是如果我做一個普通人去欣賞 去分辨是不是 譬如同樣是叫他們做一個 戲曲的人物的雕塑 是不是廣東的 我們就會圓潤一些 他們就會是黑板一些 是不是這樣去分辨的呢 即是如果欣賞看的時候 其實不是這樣分辨 其實東洋的目標也是非常優秀的 其實每一個地區都有自己的風格特點 我剛才所說的並不是說他們東洋就不行 不是這個意思 而是他們東洋來我們這裏 大部分最好的人會來 這是一方面 第二個是他們為了賺錢 他們計件做的 基本上他們不會和你做得很好 這是一方面 而最重要的是他們不懂得我們這裏的風格 所以做出來就會有些將觀理大的感覺 主要是醫療 謝謝 師傅我看到網上也有觀眾 其實就問回 剛剛類似有現場觀眾朋友 問關於一些作品 如果有什麼損毀的情況 類似的 就是加護的一些措施 以防日後的風雨的一個侵害侵蝕 加護的措施是有的 我們可以用樹枝 用樹枝開稀的樹枝 我們也可以用稀式的銅油 掃在表面 它的硬度就會大 但是一般我們做戶外的大型的 基本上我們就很少用 我覺得這個是留給下一代的人去想 其實我這一代 我希望他們將我們尊雕這種技藝更加完善 將他的藝術性更加提高 我個人的方向是這樣的 我當然希望我的徒弟或學生 以後他們會想一些更好的 或者在技術上有更好的技術 在科技上也有更好的 對磚頭的一種保護的一些新型的物料 等下一代的人去做 謝謝 師傅想請教一下 剛才你說搖前和搖後雕 如果我欣賞的時候 我會不會看得出它是搖前和搖後雕 以及當你製作的時候 你會怎樣決定一件作品 用哪一個方式 會不會有什麼好處或壞處 其實好處和壞處都是沒有所謂好還是壞 各有各的 而這個搖前雕 我們盡派的搖前尊雕做得相當漂亮 而你要看的話 當然要實物對比才可以跟你說 一看便可以看得出 搖前和搖後是完全不同的 風格上 而搖後的雕更加細節和刀法 更加細節和刀法 它更加索的效果和感覺 好 何師傅 你好 請問一下 學習尊雕的工藝 是司徒制 是不是 以及通常學幾場時間 以及它的工序 如果真的學的人 基本工是有什麼 怎樣建立基本能力的 其實學習尊雕 最重要的是 要學畫畫 如果你有美術的基礎 學起來就會很快 是吧 而學起來是因人而異的 一般我們學尊雕 其實是非常容易學的 非常好學的 一般正常來說 一般正常來說 正常人來說 我們要掌握 尊雕的基本的一套技術 有三至六個月便可以掌握到 以我們教徒為主 三個月便可以獨立完成一些簡單的小作品 如果有一兩年的時間 基本可以幫得到師父 正常來說 有三年時間可以學得很成熟 當然這是因人而異的 有些人學得很快 有些人學一輩子都學不好 所以就要看具體情況 有些人學得很快 有些人學得很快 要學當然要去內地學 而尊雕其實 尊雕這個行當 是從事的 而現在又有很多外來的尊雕師傅 知道這篇能夠找到食 他們又過來 也有很多福建做石雕的事 又轉過來做尊雕 但我覺得 很多對尊雕的認知 是比較淺層的 他們覺得用尊頭雕刻 這是淺層的理解 尊雕本身就是一種地方的文化 它有自己的風格 有自己的符號 有自己的手法 但現在大部分人做尊雕 他不理你 反正找尊雕頭雕的東西 他就是尊雕 其實這是很低級的認知 再請問你 你說風格是否因為地區的文化 而產生了它的特色 風格的意思是怎樣 其實這個風格是每一個地區都會有形成自己的風格 因為每一個地方的人都不同 可以說是一方水土 一方人 我們港府 當然它是一個港府地區 從我們廣州到整個大灣區都是港府的核心 它的一個審美上基本上是比較接近的 就形成了一個港府風格的地區 當然它這個風格不會突然間形成 它是通過從我們明代的尊雕 我會看著明代的尊雕 我是清代的 我會看著明代的尊雕 根據我個人的理解 根據我個人的理解 以及大多數的觀者 就是觀眾這樣好一點 他們就會慢慢去改變 不同的工具也會形成不同的風格 何師傅 你可不可以介紹一下 現在你這幅圖畫 屬於什麼雕和手法 或者是怎樣的樣子 你的構思和應該怎樣雕出來呢 因為我也想欣賞一下你的尊雕 謝謝 這件尊雕算不上是很傳統的尊雕 但它的底子 都是我們港府尊雕的一個基本的手法做底 加上我個人自己的理解創作 是去形成現在這個風格的 所以它不能夠說是完全是 它算是港府尊雕 但不算是純傳統的尊雕 這件是比較傳統的 這件 因為我覺得每一個時代的人 都會有自己不同的東西 因為我們畢竟不是古人 我們需要仿古的時候 我們自然就會去仿古 但我需要我自己有自己個性 需要我們自己去創作的 我一定要做回我們代表這個時代的東西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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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師傅想請問一聲 現在外面的展覽廳 旁邊的展覽廳 正在展覽很多木雕 它就有廣府木雕和潮傘木雕 它就說是有些分別的 以我看的就是廣府就有多貼金 而潮州就有賞息 我只會這樣分別的 請問一聲 它兩個廣府木雕和潮傘木雕 最容易看的分別是甚麼呢 其實最重要的是 剛才所說的 我們更講運 我們更講運 我們更講運和更講善條 它更講功 不知你明白不明白 他們更講功 即他們講過功夫 那個手功 其實我們一樣講 你說兩件 一件廣府一件潮傘的 我一眼可以看得出來 但你說怎樣用語言去表達 我覺得有難度 有些東西只可以意會 不可以延傳 因為我試過看旁邊 即是兩件對比 我告訴你 你有用語言去表達 但我所看的就是 除了顏色之外 差不多 為了我不懂得分 其實 因為潮傘的 它都屬於我們廣東 其實在風格上也有很多接近的地方 而建築目標 反而和家具目標 那個風格的距離更加大 謝謝 謝謝 非常感謝現場觀眾這麼熱烈的參與 我想今天問答環節就到這裡差不多了 聽完師傅剛剛這麼精彩的分享 都邀請大家不妨移玉部到旁邊的專題展廳 欣賞和屋簽下領南傳統建築原流與藝術的展覽 除了專題展廳 其實我們在庭院也有一個很華麗的潘月神樓 都歡迎大家參觀 不如這個時候大家不妨給一個異烈掌聲 多謝我們今天的何師傅 謝謝大家 在邀請大家出來欣賞這件大型磚雕的作品之前 都在這裡做些宣傳 我們下一次的講座也會是領南傳統建築的講座系列 下次的主題是《中國傳統建築的美結構與營製》 就會在兩個星期後即1月27日舉行 歡迎大家參加 多謝